47. 星島日報 數人判官 2015年7月11日專欄 E06年不由衝高惠然40多個大學生去火炭大排檔晚餐 賣單9600元 學生玩夾錢吃完飯之後 他上網上需店家猶如黑店 機奉店家和他搶有什麼分別 網民一出 記者訪問大排檔 兩邊的聲音都聽過了 網民選擇站在大排檔那一邊 當晚大學生玩叫了四條大白線 每條368元 共約1400元 共叫白飯154碗 每碗10元 共計1540元 其實以大排檔一個菜式七、八十元計 人均兩個額 包括飲品、茶水、賣單兩百多元 實在一點也不貴 萬元賣單 聽起來很嚇人 可時四十幾個人晚餐 9600元賣單 乃合理收費 不知有什麼可以投訴的 有網民用食米不知米貴形容這班大學生 認同 有了網絡 誰都可以胡亂上網指責自己不喜歡的人 是 物 但網絡的優點是 它是公開的平台 面向大眾 大眾會有自己的判斷 有了網絡 傳統媒體不再繼續擁有巨權威聲的壞語權 網民可以有自己的聲音 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 並產生自己的影響力 故此 網民們有素人判官之證 素人亦次來自日語 只撲訴 非專業的尋常人士 用香港話來說 不知可不可以說是路人甲呢 素人們一向人微言輕 甚至找不到說話的平台和機會 但是有了網絡就不一樣了 素人們成為一個團體 團體的聲音可以很響亮 也正因為如此 一旦素人們不能理性使用自己的壞語權 或刻意針對某人某事某物 破壞力也可以是很強大的 足以形成網絡欺凌事件 近期素人判官熱爆網絡之舉 當退追究當年八仙嶺山火意外事件 有人認為是網絡欺凌事件 有人認為是素人公義之舉 屬是屬非 郊遊時間判斷 www.facebook.com 車線yoyo.co.an 逢二 四 六看出